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搬出去郊游 他们走到森林深处 这个翘屯妹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那边是密密麻麻的森林啊 突然一阵黑零飘过 这时反应过来的姐妹们才发现翘屯妹不在了 同学 老师 甚至警察出动 翘屯妹也没有找回来 晚上小米妞听到外面有动静 她出去一看 哇 一个瘦长的龟影就在窗户跟前 她赶紧跑回卧室 失去姐妹的三人组决定去翘屯妹家一探究竟 在翘屯妹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张恐怖的画 并且在电脑上还发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鬼影的视频 可就在他们看视频的同时 房间里一直长长的鬼影出现在他们身后 一步一步向他们靠近 女主在电脑上找到一个人 此人非常古怪 她说可以让他们见到翘屯妹 但是必须付出代价 于是三个姐妹大半夜来到约定的地点 他们拿出最珍贵的东西 然后听到铃声 闭眼 可是这个黑妹不信邪 在第三个铃声之前竟然睁开了眼 非要一探究竟 谁知鬼影现身 黑妹消失了 剩下两个妹子特别的抓狂 就在要离开的一瞬间 黑妹回来了 可是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黑妹 晚上在家 突然手机屏幕里出现了她家的样子 然后慢慢走进她的卧室 她害怕的哭了 一双又黑又大的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这个就是受传鬼影 她根本没有脸 再纳如波涛训音般 出现在这几个人的身上 女主在图书馆学习 突然瞪一面 鬼影扑面而来 在这纵横交出的图书馆里 两个人在捉迷藏 突然间好像时空变换 图书馆的结构竟然改变了 哇 走脱无路的女主倒在地上 鬼影将大手放在她的脸上 以地参人称的角度一看 她的脸彻底没了 而剩下的最后一个小美妞 也没有逃出魔爪 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不知怎么的 大半夜来到一处森林 她穿过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门 站在树林里 周围发出树枝折断的声音 这个声音就好像骨折一样 小美妞真的很害怕 突然一个无脸蛋出现在她的面前 展开支柱一样的腿 小美妞跑呀跑 可是怎么能跑得过那个大长腿 她会绑起来 拖到一棵树上 哇塞 原来这个无脸男是个树精 不是蜘蛛 随后小美妞一点一点都被树枝覆盖 伴随着凄惨的声音 她消失在树林里 剧终 这部电影有点可怕呀 甭以为这个鬼只是个影子 随后变成了无脸男 最后竟然是只树精 真是想也想不到呀 好了 今天的恐怖片就分享完了 喜欢就关注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